把枯权还我 你不在乎 我在乎 我不是怕他们 像对陈静阳那样对我 也不是怕他们说 我不好好打职业 只知道勾待他们男神 我只知道 自从你打职业到现在 从来没有人说过 你哪里不好 哪怕是专门喷人的 竞权养殖场也没有 所以呢 所以 我不允许自己成为别人 喷你的突破口 你就是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 我也有 就是你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 如果对我评价是正面的 那我很高兴 但我的行为 不会因为这些而被道德绑架 评价口碑 是因为我的行为产生 而不是因为我为了这些 产生对应的行为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只是喜欢上了一个小姑娘而已 我又没做错 你干嘛老那么紧张护着我 走 你怎么把这个比较倒下了 你怎么弄在那里 你没做过 你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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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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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的时间少我跟你说 那边有大海浪 健身房 拍摄特别好看 还有水凉管 哇塞 真特别好 哎呀 你们俩这是去拉斯维加斯登记结婚了吧 这么晚才回来呀 诚哥诚哥诚哥 那个既然你俩回来了 跟你们通知个事啊 俱乐部安排我们参加个活动 特别简单 就是一个粉丝见面会 拍个围捞告 就当玩似的 诚哥既然不愿意去的话 那我只好取消去厦门的机票了 取消了 什么 去哪儿 厦门 呀 我们如果不去呢 也就错过了一次 与美食接触的机会 错过了一次 与一个美丽城市亲密接触的机会 呀 遗憾哪 遗憾 别 别 别啊 我们住的酒店离夜市远吗 活动是晨秒出来了吗 几点开会几点收工啊 要是收得晚 夜市收摊了就不好了 你们到时候都别拖啊 哎 你们说一千到一万的 那去不去 还不得诚哥说了算呢 诚哥 去不去啊 去 哎呦 你真不错啊 是啊 怎么過不去啊 OK 快点啊 就知道玩儿到了 有通道下午的活动 有这把 還得又菜 又你菜 停 我都搁单 俱乐部的订单出了点问题 八点才能把房间收拾出来 大家稍安勿躁 我刚看了点评 这家酒店的餐厅评分就特别高 要不我们去吃点饭怎么样 好 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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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走 走 诚哥 你帮我把行李箱拿上去吧 我去和我妈报声平安 好 帮我跟妈妈问好 喂 妈 嗯 对 我们已经到厦门了 挺好的 就是有点下雨 嗯 你们不用担心 我先挂了 大姐姐 你是微笑吗 你是 真的是你 我是你的粉丝 粉丝啊 你打职业之前 我就特别喜欢看你直播 我也打中单 跟你学了好多技术 我现在端位还可以 再往上打一点 估计就能碰到你了 我的梦想就是和你打一把游戏 姐姐 你能给我签个名吗 好啊 杨阳 一下子没看住你又乱跑了 还到处和不认识的人说话 你能不能让人省点心啊 我没乱跑 也没和陌生人搭话 这个小姐姐 是我喜欢的电竞选手 什么选手 电竞 哎呀 行行行 电什么竞啊 不就是打游戏吗 你们这些小孩啊 沉迷游戏耽误学习不说 还找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 走了 走了 萧莉林姐姐 我也想打职业 想拿冠军 今年的全国总决赛冠军 就拜托你了 再见萧莉林姐姐 行了 走了 走了 行了 以后别乱跑了